佛法之旅 生命天使 和你在一起 哈喽 接下来请收看 净土系列 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沙咪尼 各位居士 大家 弥陀佛 我们大家一起合掌 来跟我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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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法华是要品 盖说 那么我们今天 请放掌了 今天上一个小讲次 我们跟大家提的 什么叫做法华经 就是妙法莲华经的略称 那么也就是像莲花一样的妙法之经 那么这个像莲花一样 为什么是像莲花呢 莲花有粗污泥也不染 莲花有因果同食 那么莲花有莲与花的相互展现的意义 首先就是莲花出污泥也不染了 它本来就有很多的意义 那么我上个讲次 有跟大家提到 那么佛法并没有离开人间 它就是讲求人的事情的解决 其实是这样 所以一切躲开人的问题 它其实都有一点违背那个佛法 因为佛法叫觉悟之法 觉悟那你离开人的问题 你说哪里找觉悟 就是因为有人的问题 那人不觉悟 那我才去找觉悟 才找到那个觉悟 那什么叫做行菩萨道呢 就是自己要觉悟 也要帮助别人觉悟 所以在整个的意义上来讲 它特别是利益众生的菩萨道 什么叫菩萨 菩萨就是菩提萨多 也就是觉有情的意思 就是我自己能觉悟 我也觉悟别人 叫做觉有情 有情是什么 我们都有有情 我们都有有没有的有 感情的情 我们是有感情反应 植物呢 是没有感情反应 但有人说 没有啊 植物如果用音乐去播送给他听 他会长得更好 不是 那个不是因为他听了有情绪 所以他长得很好 不是这样 是一个善的音乐 祥和的音乐 本来就会造成周边的那个气场 鬼神 精灵 精灵其实是一种 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很 这个清灵的一种鬼 鬼道的众生 这样讲 他是有一些福报 但没有那么完整 没有那么完备 但是不是没有福报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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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众生 这算是一种鬼道 那么呢 他愉快 愉快了之后 他有一些小神通力 他也会依附什么呢 他也会依附这个 植物生活 他愉快了 他要依附植物生活 那么他那个 因为心里愉快 他会加持这个植物啊 长得更好 就好像说 我们平常多照顾 照顾植物 植物也会长得好啊 世间人不懂 他误认为说 植物 有感情 植物是没有感情 植物叫做 有什么呢 有 有反应 有成长反应 所以有人说 我常 我以为是我在那个大学 讲那个 佛学概论的课 那老师不可避免的 都会提到了说 像我上一堂课讲的 那个 德国把动物权 列入了基本法 就是他们的宪法 有些不能虐待动物 不是只有 不能虐待狗包 是一切动物都不能虐待 哪怕你要是宰杀他 也应该要先麻醉 不能够让他痛苦 不能这样 比如这意思 那么 佛教老师的信佛的教授 大学的教授 他难免也是要跟学生提起说 啊 素食很好啊 这样子 欲知这个 至上刀兵节啊 那么 淡听夜半 徒乎生 刀兵节 刀兵节就是有战争 有战争就是你看 没来由的两个人要为了国家去互相对抗杀罚 这没什么道理啊 这是因为过去有那种互相杀害的因 你就有今生不得不互相再来讨命的这种过 所以这是一种刀兵节 就是战争之节 是这样 当然人类靠理性 靠自治能力 它是可以减少这种可能的 可是呢 如果你能够更加减少这个荤食 那么呢 当然是更好 可是我每次讲到这样的时候呢 就会有那大学同学 他就问说 没有啊 植物不也这样 你去吃植物不也是 让他受伤 痛苦会死掉 那我说按照你这样讲 那你就不要吃饭了 对不对 连植物你都不能吃 你这显然就是在挑衅 就是在挑骨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在想法 那不就是生命吗 能成长 你要知道 佛教讲的不杀生 不是指植物的这种能成长 就叫做生命 他讲有情 是什么意思 有自我感 有自我的愉悦 有自我完成 有自我守护 有自我的生命的情感 跟我他之间的这种分别见解 这样子叫做有情众生 我们今天不杀生的是指 不杀这种众生 你不能说能成长的 就叫做饭称为众生 那好了 那这样的话 你连植物都不要吃了 那你出生之后 你就去准备死亡了 你就什么都别吃 这样了解意思吗 是这样 当然了 你在种蔬菜的过程 也可能杀到虫子了 这只能说尽量而已 那我们不把话说远 这就叫有情 那么佛教的本意 我们今天上一堂课 上一个讲次 有跟大家讲 佛教本意是要让你 有一种生命的态度 并且把这态度 标显为一种 一种生命更高的高度 这种高度就是 你能够在 你能够跳开 一般人的这种恩怨 情仇跟什么呢 跟钱财利害关系 来看待 我跟大家 我跟朋友 我跟亲戚 之间的关系 你不要看哦 你不要说 我跟陌生的人会 会有这些利害关系 兄弟也会有利害关系 夫妻也有利害关系 哪怕是 哪怕是 爹 父亲跟儿女 有时候都有利害关系 你不要看那个 古来的帝王 有没有 那皇帝要是 生了儿子 那儿子呢 渐渐长大之后 他就心得老想着 爸爸怎么不早点往生 或早点退位给我 我好接这个 接这个王位 这就利害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 人 在一定程度可以自私 是因为他不至于过度伤害人 或者扭曲你那个 人际关系跟人性的时候 佛教是容许你 初学的时候 或慢慢学过来的时候 一定程度的自私OK的 但是那个自私过度的膨胀 膨胀到无能力控制的时候 我说父子都可以相残 母女都可以嫉妒 都可以这样 那个网络上面 这有没有在那个大陆的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优酷啦 什么我是不知道 那么香港一定看得到 就是那个YouTube 那YouTube上面有这么一个 一个是 法国还是美国的一个 爸爸跟他女儿 跟他太太 坐在一个汽车上 就在家里的小车子里头 那好像要出去玩 要出去玩 然后大人觉得好笑 就把这事情录影下来 你叫录什么吗 他有个小女孩 大概才三岁 哎呀 那要不讲话的话 看起来真的是 可爱到不行 那为什么会被录呢 因为那个小女孩呢 嘟的嘴 不高兴 爸爸带她们去玩 全家都出去玩 她嘟的嘴 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她刚刚看到 她刚刚看到 她爸爸在亲她妈妈 然后她嫉妒 她说爸爸你是我的 你怎么可以亲那个女人呢 哇 这什么跟什么啊 当然西方人觉得好笑 他也没有什么恶意 小孩子也没什么恶意 他就把他录下来 在佛教来看也还好 因为小孩子不懂 可是你知道 小孩子不懂 但三岁过后 他这个嫉妒跟分别心 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他搞不清楚这些伦理关系 他突然间会觉得 妈妈不过就是一个 跟他抢他亲爱爸爸的人 是这样 是这样 这个 在中国的那个早年的 古代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古话 他说啊 七岁之女 不做妇妻 七岁的女儿 就不在做爸爸的膝盖上 就不可以了 那这样看起来 这三岁 五岁就这样干了 那更可怕 诸位这样了解意思吗 这样懂了 我在说什么 所以呢 这种我只我爱 是人际之间 纠葛 痛苦 的一种来源 那你不可能断掉它 那你不可能断掉它 所以要保持什么 保持一个正义 保持一个一定程度的 约制 这在 各古代的文化当中 印度也好 中国也好 或者 哪怕是西方也好 他们都有一个一定的规矩 或者是文化 在控制着 但是呢 超过了之后呢 这种人与大人 到了大人呢 国与国 人与人 这种关系之后 就控制不住了 社会上面的经济活动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政党跟政党之间的政治 竞争 乃至于呢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 很多情况 比如说 经济上面的 公司跟公司之间的 这个这个这个 比赛 竞争 太多了 这些就变成是一种 被接受的 扩张 无限的扩张 就变成被讲成叫做发展 进步 或者是求生存的必要 结果呢 本来只是求生存 现在这个求生存变成了极端扩张到 没有 没有底线 因为 企业要不发展的话 别人发展了 我今年 我今年赚10%的成长 成长率 明年如果只剩下5%的话 哎呦我就好紧张 我还在赚钱哦 但成长率只剩下5% 5哦 我是成长哦 5%我就紧张了 呦呦别人20%哎 那我不就是 鼻涨 此削 哎呀 完蛋了 你看看 我非得要 一再一再一再的 追求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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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赢过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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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保证我活哎 不然我活不了哎 这就是今天的社会 经济社会 所以 其实佛教在某个意义上 是接受一定程度的自我爱 跟自我保护 跟自我完成 这里头是有一定程度 容许你自私 他也没有要 要你断 我说世俗人怎么断 当然我们出家人 或修道人 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超越 不叫断 是超越 超越跟断不同哦 断是我想要 我把它割断 叫做断 超越是指的 我有更好的 所以我不需要它 修道人 不是叫做断 刚刚吃饭的时候 我们 我们这个 李公子啊 问我说 那个师父啊 你是为什么要出家 你没有想要交女朋友吗 童言无忌 那是真的 他问得很实在 很多人都想 问事物这种问题 只是没有像他这么单纯 愿意问我而已 他人家很单纯 这个就这样问 我说你问得很好 我也交往过 但是我发现 我有更喜欢的 只是这样而已 你知道吗 这个一起去吃饭 我骑着脚踏车载 载了女朋友去吃饭 去哪里吃饭 去庙里吃饭 我们在庙里搭伙 搭伙听得懂吗 就是我给他钱 那庙上吃 我们吃素 他也吃素 然后有一天呢 我突然间就 我没什么小决心不决心的 我没有 不用下定决心 不用 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大二 对 我是大二 记得我是大二 那大二的时候呢 我就 吃完饭了 在庙里吃完饭了 所以我突然间觉得说 我应该老实告诉人家 我并不是爱上别人 而是我更爱阿弥陀佛 你懂吗 那这样的话还好嘛 我也没有背叛人家的感情 那大可说 不用虚伪的 讲一大堆虚无缥缈的理由 这是快刀斩乱麻 早一点把人家放生了 比较好 你懂吗 你不要没给人家放生 人家耽误人家青春 那我就洗碗 我们吃完饭要去洗碗 在庙上吃 那虽然是搭伙的话呢 那时候还是要给人家洗碗 我们还在那里拖地 帮忙拖环境 然后在那边洗碗 那他也来 那我就讲 我就讲说 那个 我觉得 我的生命不太适合婚姻生活 他也在洗 你要讲什么 他就来问我 我就说 我也没爱别人 你要讲什么 他问了两次 那我就继续 吸着口气 讲吧 我更爱阿弥陀佛 那你要讲什么 他问第三次 我继续洗 我继续洗 我在想 不要在那边扭扭捏捏了 讲出来就好了 我就第四次我就跟他讲 我说 对啦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耽误你 他就 嗯 好啊 然后就这样结束 很理性 就这样结束 结束之后 洗完碗了嘛 走出来 我是载他脚踏车 我是载他载他出来的 我们好歹还把人家载回去嘛 对 那我就跟他讲说 脚踏车哦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三十年前的穷学生 哪有什么机车 汽车 他就脚踏车 就这样 那我就跟他讲说 要不我载你回去 他也很君子哦 不用了 那就不用了 就此 就此没有了 那第二天早上 我一样骑着我脚踏车上课 在我旁边 正在骑着一半 在我旁边有一台机车 咻这样过去 一个男生骑着机车 背后载了一个女生 很熟悉的背影 那我的感觉是什么 很OK啊 因为他我很高兴 他知道我不会生气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也真的 没有对他有什么 或者对人性感情有什么 很恐惧不是 是因为在他的那个男生 事实上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 那么呢 是怎样呢 但是呢 在我还跟这个女生走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 另外一个系 文学组 我是李组 那走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男生是我们 是土木系的 读研究所 那也在佛学社团里头 他就摆明了 他就摆明了 就是说他对这个女生有兴趣 但因为我在 大家都讲明了 那我在啊 我也没讲话 他就不能动手 那这样我讲话了嘛 那他就动手了嘛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 也是没走在一块 后来他嫁给一个 一个 他的丈夫呢 是在另外大学教书 然后这位女生回到城大 我们读书的地方 我们城大相认识的地方 来怎么样 在那里呢 做老师 做教授这样子 我还讲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人 我们并不是 哪怕是我出家 我也不是变圣人 我才去出家的 我们还是带着欲望 带着自私 我们去出家的 问题是 那你还自私 那我不也自私 为什么你的自私 会让你去出家 而我的自私没让我出家呢 所以自私不是问题啊 要是说变圣人了 你才能修行 那谁能修啊 对不对 所以自私也不会是不能修的啊 所以记得啊 不要想着 修道好像是 不食人间烟火啦 突然间变性 转成一个 人间生死跟我无关 父母再也不是父母 天地不是天地 国家不是国家 好像这样子 以前啊 这个 有那文学家写 那种话很难听 红衣大师 就是李淑彤 民国初年红衣大师 红衣大师 有个朋友 还是学生 他就写了一句话 他说 他当然那句话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 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李大师李淑彤 他不想做人了 他要去做和尚 这种话是外行人 他没有恶意 但这种话不对 人 怎么会不想做人呢 去做和尚 和尚不是人啊 那是什么话 这样你懂吗 还有那个爸爸 我有个学生 是比丘尼学生 就是女众出家人 那他来 当年是我在清凉室 清凉室有女众 佛学院 有男众有女众 的佛学院 那个时代出家人多了 现在出家人少 那时代有男众有女众 那过年了 他同学会回去 自己的道场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过年了 你不回去啊 我不回去啊 那不然这样吧 你出家了 也可以过年嘛 也不舍人间的度化嘛 要不回家 看看爸爸妈妈也可以啦 也不一定都要在庙上 我是没爹娘 我出家之后 我带着我母亲出家 我母亲也出家 啊我呢 我爸妈就生我一个 不是领养我一个 我是被领养 那我爸爸已经往生 那剩下我跟我娘 我又把我娘给带去出家 所以我已经没有家了嘛 所以我过年就在庙上 当然没问题 但我一般人的话 可能还有家庭嘛 还有爸爸妈妈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讲 过年愿意回去看一下爸妈 度化一下爸妈 OK的啦 不是说不能 乃至于爸妈有生病 出家也回去看啊 OK的啊 那我就这样讲 我说你回去看一下 他说不行 他说 那我说怎样 他说 我爸爸说 我既然去出家 就不要再回去 我说你爸很有善根啊 才不是 他说才不是 那我说怎样 我爸说 他女儿 他爸是大学教授 没学佛 他说 他女儿拿了两个学士 居然去出家 好丢脸 不要回来 让我丢脸死了 我居然这样想 你懂意思吗 那没办法啊 其实 这都是一种误解 出家跟在家 是一种生命高度的选择而已 他不是本质上面 突然间出家就变圣人 哪里是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 出家所谓的持亲割爱 持了父母 割了父母的这个爱 这个割爱不是 你要记得啊 不是说没爹娘 叫做持亲割爱 哪还是这个意思 爹娘还是爹娘 爸妈还是爸妈 只是说 没有 像一般人这样 在城欢西下 为跟他们一起生活 替他生个孙子 女儿这样 没有做这个事 爸妈生病 照样回去看啊 乃至于没有人照顾 我 我母亲生病 后来我母亲出家嘛 那我母亲自己生病 我照顾她差不多半年了 世尊啊 我们的释迦佛啊 他爸爸往生 他爸爸是国王嘛 他爸爸往生的时候呢 四个人要抬教 抬棺木 其中一位就是释迦佛 释迦佛自己去抬啊 有徒弟要帮他抬 他说不用 这是我爹 我自己抬 有没有谁没事 要去帮别人的爹 抬棺木的 没有啊 当然自己的爹才抬啊 对不对 所以啊 他当然是承认他爹 释迦佛成佛了之后 出家第七年 应该说第七年 就是六年外道 一年就是 就是修行 自我修行成道 要回来看他爸爸 回来看他爸爸 就他爸爸很高兴 你知道吗 非常高兴 为什么 我儿子虽然挡不住他 他爸爸也是 算是说生他 不能算独子啊 因为他的阿姨就是 摩河波斯波提 就是所谓大爱道 是他的妈妈 亲生母亲的妹妹 也是他的养母 因为他的亲生母亲 生了释迦佛 七天之后 妈妈就往生了 你看看 因为妈妈只负责 只发愿 要来生佛的 没有发愿 要来照顾佛 发愿要来照顾佛的是 他妹妹 所以呢 姐妹接力赛 你懂吗 把他生下来 七天之后 就交给了什么 妹妹 他就自己往生 那这一往生之后 他妹妹 也就他的阿姨 摩河波斯波提 自己有生一个女儿子 叫做南陀 他为了把释迦佛教好 他南陀不自己带 交给奶妈带 我很了不起 他为了要应付 他为了要答应他的姐姐 他姐姐临往生的时候 跟他讲 我呢不能照顾 提婆达多 就是西达多 西达多 不能照顾西达多 我的儿子 那个时候还没称佛 称他西达多 西达多是他的名字 世家是他的族号 族号叫世家 世家族 那么西达多是他的名字 我不能照顾西达多 你要帮我照顾 他答应了姐姐来照顾 就当养母之后 自己生小孩 自己生小孩 居然把小孩先给别人养 他专心养佛 很了不起的妈妈 所以说这么样子的尊重 那么所以说啊 突然他连母亲都度去出家了 就像爸爸不能度 因为爸爸是一国之主 不能把他给度了 度了国家没主人了 这不能度 不能度怎么办呢 他就要成佛了 成佛之后呢 他爸爸呢 讲 我那个儿子 这个不能做 不能做人王 现在是做宇宙觉悟之王 我也很光彩 他就怎么样 他就准备了 很好吃的饮食 从早上就开始准备 隔天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 上上下下忙 这个不得了 就准备了 就中餐了 等他儿子回来 就释迦佛回来吃 结果呢 释迦佛在树林里 他早知道 他在想 早说晚说 还是要说 是我的父亲呢 还用以前疼儿子的方式 在疼我 这是对 但是为了度我的父亲 这个 我还是要让他知道 结果呢 第一种 第二个原因是 他的弟子当中 正在观察 世尊 成佛之后 第一次回家 会不会再去享受 这些荣华富贵 这样听懂吗 大家要学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好多弟子 通通是那个 他的什么 什么堂弟啦 什么堂兄啦 提波达多 基本上是他堂兄 然后还有堂弟的 什么 什么谁谁谁啦 那要是他 一成佛了 就回去吃那个满汉全席 大家都会学啊 是吧 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 他就故意怎么样 停留 holding在哪里呢 在外面那个 皇宫的外面 那个森林里 那么呢 森林里头有那个什么 有他世家族的人的小村庄 他就带着这一群人 去小村庄脱坡 吃那个粗茶淡饭 好啦 其实他是要让他的小村庄的 族人修福报 他的目的是这样 同时也要让他的那些 皇亲贵族眼睛看得到的 就是说 除了家 连回去讨便宜都没有 都不要回去讨便宜 懂意思吗 你断除你这种 这种 怎么讲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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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跨的 或者是说 富家子弟的这种想法 要断除 所以他要这样做 结果他爸不知道 以前没手机 也没电话 他没办法通知他爸 他爸就这么样 弄了马汉全席 很高兴的上上下下 在那整理的等着 结果呢 过五了 他儿子才带了一票人 从森林里走出来 他爸很不爽快 很不爽 自己跑进宫里去了 然后呢 释迦佛知道 走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呢 那个大臣实在看不下去 就赶快去把大王找出来 就进犯完 他爸爸请出来 请出来之后啊 他爸爸一脸 又期待 又怕受伤害 那个感觉啊 你知道释迦佛怎么做吗 他走过去哦 佛 在汉传佛教里头 你没看过这样的相貌 这个绿点上怎么说呢 他说释迦佛走过去 知道他爸爸 这个 那个情绪很不舒服 释迦佛就 搂着他爸爸的肩膀 这一手呢 捉着他爸爸的手 然后就把他拉到旁边去 说老爸 别这样啦 讲两句话嘛 我知道你是看 我弄那么好吃的 要给我吃 我知道 他爸爸说 对啊 你明知道你都不能给我去 他就这样讲 他说你也知道 你还是看我是儿啦 那没问题 我还是你儿 但现在你的儿 有另外一个身份 叫做佛 是三世诸佛的那个佛 佛是以托波 来生活的 他爸怎么说 有必要这样吗 我是你爹耶 难不成请你吃一顿都不行 他说一定可以 但不是第一顿 我把我的弟子都带来 让你好好供养 这个时候你不是供养儿子 请儿子吃 是供养佛 那样功德更大 他爸爸才愿意 嗯好了 既然这么说 我就原谅你啦 就这样 世尊还要这样跟他爸 慢慢的这样戳一下子 你看是不是像儿子 像儿子啊 怎么会不是 所以不要把佛教想着无情 不是 佛教是最有情的 他为什么会去出家 其实是因为 他看待一切众生 如父如母 他以一个王子的身份 觉得帮不了他的国人 也帮不了 就是敌对的国人 你看他周边有很多敌对国 当年的四家族啊 弓箭很厉害 刀枪弓箭很厉害 人口不多 但呢 武力强盛 战斗的意志很强 所以他在大国还事之下 他能够存活 第二 四家族国呢 是民主 民主共和国 他是民主国 他虽然有国王 可是他是由各个四家族的 族长 组成联席 会议 所以他有点像现在的美国 United States那样子 他是那种联合制的 是这样 那么推举出他爸爸 做这个联合族人的族王 是这样的 很有意思哦 所以印度其实比西方 还要找走民主制度 是这样 虽然有国王 国王是推举的 不是世袭 但他可以世袭 这样懂吗 可以 所以他们更开 更开 也就是说我的儿子 如果强的话 那你们没话说 就推举 优先推举我的儿 如果我的儿子不够强 那没关系啊 你们推举看谁 那就换来换去 很厉害 这印度这样子的制度 连西方早年都没有 早年都没有 那所以呢 他爸爸呢 其实很明理的人 对于他的出家 其实有一度 很伤心 但不是不理解 很伤心 为什么 因为他武功太高强了 你知道吗 人家射箭 是射一个靶 他不是 他射三个靶 三个靶 直线摆在后面 他可以从第一个靶 穿过去 再穿到第二个靶 再把它穿透 第三个靶 还进红心 太神了 第三个靶 他看不到 他就是有办法 你把它排整齐之后 我有办法 从第一个靶 穿透 第二个靶 再穿透 力量有多大 所以他不能用一般的弓 一般的弓 不够他拉 一拉断 给拉断弓 你想想看 天生神力 所以他爸爸很在意 他做国王 全释迦族上上下下 都希望他做国王 但他的想法是这样 我做一国之君 不过就是保护我一国之人 我要保护天下之人 你让他保护到中国来 你知道吗 他一出生的时候 中国的周 什么王的 楚王还什么王 忘记了 就看到了天出异象 然后白天狂风 晚上出异象 北斗七星 有紫光照耀 然后那个国王 当时的周朝皇帝 我汉族的那个中国的周朝皇帝 就觉得好奇怪 马上调集什么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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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测星宿的这个 机关来看 机关这么一看 对照古书所说 他说 哦 西方出圣人 你知道吗 西方出圣人指的就是印度 那么呢 你知道人家那个时候的国王 多有心量 他马上就问 既然出圣人 能不能来 避应我国呢 人家马上这样问哦 才不是想说 出圣人我怎么把他干掉 他不是这种想法 他是出圣人了 怎么样请他来我国 来避应我 他马上问哦 你知道吗 那个 那个冀官啊 那个观星宿的 他就算了一下 他说 啊 不行 一千年后才会来 一千年后才会来 结果他相信哦 他就用石头雕刻 雕刻这件事情 说 然后呢 就立在那里 说 我们等在西方圣人 一千年后来 中国 立意众生 哎 你看 人家古代的国王是 有这个雅量 有这种心量 对待圣人是这样 而你也可以知道 世尊出在印度 他的念头可不是只有在印度 他是避应全世界的 所以你看他那个紫光一出来 人家计算的结果就马上就知道 一千年后他要来避应中国 他才没有分中国印度 他没有这样分 看到没有 所以从一个 从一个人的本质 是有自私的 到超越到这个程度 能够这样子的来利益众生 那是经过修炼 这就是生命的高度 那他要我们呢 他要我们跟他一样 他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唯因妄想执着固 而不能证得 他证得的就是这个 换句话说 你也跟他一样 你我坐在这里 都跟他一样 是具有这种圣性觉性的内涵 他不是要自己成佛 他要一切众生皆成佛 但这句话 你们今天诵经 诵的法华经 他在法华经上才说 他忍住你知道吧 他对他爸爸也忍住 对他的弟子也是忍住 不能讲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 就印度人来说 印度的传统来说 修行得要先自己负责任 把自己的生死解决了 把自己的痛苦解决了 这是从自己的苦作出发 发展成要修行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教我怎么断我的苦 这样就好了 那怎么样断你的苦呢 你的我执 你的我执呢 是为什么会有我执 因为对待着万物啊 执着 马上对你自己产生执着 对你自己产生执着 这也是我执啊 我 执着这个我 也是一种执着 诸位 这种我执 使得你 分人我 起贪心 起执着 长自私 做 为了完成贪 自私 得得到 就把住 不放 要传的 我所爱的人 别人 你是你 这我赚的 这我得的 这是我国 这是我家 这是我村 这是我族 都一个我 那别人呢 对不起啊 别人不是别人啊 别人别人个人看得办 合理啊 在社会生活 我说过 社会生活就是这样啊 可是他说 你如果是这样子认知 那是因为你一直认知有一个我 太强大了 你认知一个存在的真实的那个我像 所以那个我有获得啊 就变成好真实 那因此你就 一直想要从我这边得 那别人呢 别人是他 那是分别的 当然是不可爱的 哪怕是可爱 我也顾不了了 我只能顾我自己啊 刚开始 没有太大的 争夺的时候 这个OK 可是慢慢的社会的关系 越来越复杂 动一法而 牵一法而动全身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社会上面 越来越增长自私 那这个苦就来了 古代的社会也没避免这样 结果呢 大家就苦 苦怎么办 想要离苦 离苦从断自己的自私下手 对不对 好 这样子觉得很愉快 因为你因为自私而受苦 我佛陀教你不要自私 因此你就不受苦 OK 这样对不对 对不对啊 对 这样对 但是这样对 不够究竟 不够究竟 怎么说呢 请问你为什么会自私 就表面的意义上来看 是因为 你就执着有个我嘛 执着有个这个东西嘛 执着有金钱嘛 金钱执着买车嘛 买房嘛 执着这些东西嘛 我认取这个为好 我就想追求嘛 追求不到 我就想方设法 哪怕骗人害人 我都敢做嘛 要不就我没骗人害人 我也 我自己有福报 我赚了那个东西 我一毛不拔嘛 好吧 我一毛两毛都能拔 好歹 我还有个喜欢嘛 这种东西都会让你 一再的轮回 而且 在某个因缘之下 你可能会厉害冲突 严重了之后 我可能就恶向胆边生 宁可牺牲别人 不牺牲自己 因为你习惯于保护自己 那就造恶了 杀到瘾 忘就出来 杀身 偷盗 淫欲 忘 就血淫啦 夫妻以外的感情生活 性爱生活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妄语 乃至于那个 吸食毒品 麻醉自己等等 你就会做出来了嘛 好那我就可能去断 我就要去断 问题是 这算什么呢 这个只是断你自己的烦恼而已啊 我也可以教你们去断你自己的烦恼 像我也算是杜化你们 这也OK啊 但终究是头痛一头 有了一个生死 然后我来断生死 有了一个烦恼 我来断烦恼 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 如果梦中有一只老虎 请问 我问你 梦中有一只老虎要咬你 你跑还是不跑 跑跑啊 要不要跑 要跑啊 怎么不跑 梦中梦到老虎 请问梦中的你要不要跑 要不要跑啦 要不要 要跑 好来 那我如果有机会这样 你梦中真的梦到老虎 不过我也跑进你的梦 然后跟你讲说 某人 那在做梦啦 你别怕 这个时候呢 你还跑不跑 啊 有可能还跑啦 但是呢 如果慢慢修 修到后来你会不跑 不但不跑哦 还会怎样 还会躺在那说 来 来咬我 来咬我 然后还会怎么样 你会去撒上什么呢 胡椒粉 让你更好吃一点 让老虎吃起来更爽口 为什么 反正在梦中啊 度一下梦中老虎OK啊 又没有真正的死掉 这才更聪明对吧 对不对 反正梦醒 了无恒 梦中 却度了众生 度了那条老虎 我问你 有人失恋 有人被骗 有人受伤 晚上做梦的时候 梦到那个 让我失恋的 小混蛋 梦到让我受伤的 那个家伙 梦到让我怎样 我请问你 你在梦中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啦 会不会哭泣 会啊 会啊 怎么不会 所以虽然是梦 有没有作用 有没有作用啦 有 有 会流泪的作用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吗 对 如果梦中梦到 很愤恨的人 你会起生气的感觉 那个生气的感觉 让你离开梦的时候 还有点惊吓 还有点难堪 还有点愤怒 对不对 对不对 不然就不叫噩梦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请问你 那如果在梦中 身上放着胡椒粉 很愉悦的让老虎把你给吃掉 然后老虎饱了 你也欢喜了 请问 你有没有修到慈悲 有没有啦 有没有 醒来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 好安慰的感觉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嘛 有没有 所以不要小看似梦 梦中修对了 你就是功德一件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这样就对了 今天你送法华经就送对了 其实 法华经告诉你 生死犹如梦中的老虎 不真实 不要以为了你自己离生死而修行 那不过就杀死梦中老虎而已 你没修到慈悲 你没修到菩萨行 何不在梦中跟那只老虎好好调教一番 如果他想吃你肚子饿了 那就顺便送他吃 反正是梦中的你嘛 又没损失 对不对 这就是大乘佛法 为什么不急求解脱 身为人急求解脱 看起来理由充分 对不对 理由充分嘛 对不对 我要自立啊 老虎咬我 我当然要躲老虎啊 要把老虎干掉啊 老虎干掉就是 老虎就生死啊 轮回生死 就是自私我质 你懂吗 你我之所以自私我质 不是真的有自私我质 是因为你没了解 法华经上所说的 你根本是佛 你有佛性 让佛性醒来 你自然就没有自私我质了 不用再去打死梦中的老虎 要离开梦中的老虎 两个方法 第一个 让它吃饱 然后自己醒来 它也愉快 你也自在 有没有 有没有 什么叫做让那只老虎吃 行菩萨道 什么叫做醒来 因为行菩萨道 而觉悟佛性 是不是两相其美 是不是 送了老虎一餐美食 就等于我在人间 度化众生 然后呢 他吃饱了 鱼筷子 撑了肚皮回山洞去了 你也没事 醒来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因此贞得佛性 请问 有没有杀老虎 有没有被老虎所伤 对了 所以说 身文人想要修自己 让自己离开痛苦 也可以 那是在梦中杀老虎 蛮累的 你懂吗 而且也不过在梦中 杀完了他还在梦中 他没有证得佛性 对不对 对不对啦 是不是 他就被那只老虎迷了嘛 他还在梦中把老虎干掉了嘛 他也没有修一顿美餐给老虎吃 对不对 意味着 身文人不以利益众生为前提 有没有 对我们没有嘲笑人家哦 我们没有侵蚀阿罗汉哦 但阿罗汉 以了自己的生死为前提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慈悲之夜花莲中心 举办起见三天 消灾操见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药供即甘露施石 恭请法务三众 共同领众 日期 3月18日星期六 至3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160号 电话 03-831-1673 尽请与会菩萨 主要全程配合防疫 保护 措施 济 芽 在 钱 11号起指挥中心以医专家建议开放18岁以上成人都可以接种次世代疫苗作为追加剂哦 特别是有糖尿病、癌症、中风或心、肺、肝、肾等慢性病的民众 强烈建议追加一剂次世代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重症与死亡的风险 次世代疫苗是针对今年流行的Omicron病毒株设计 保护力更好,更能预防目前BA.5和新兴变异株造成的威胁 不论有没有慢性病,接种前都会有医师评估 确认身体状况稳定,再安排接种 接种次世代疫苗,提升自我保护力 接种次世代疫苗,提升自我保护力 波热波罗密多心经 波罗密多心经 光字在菩萨 心声波热波罗密多事 朝前无云皆空 独无云皆空,不泽一切苦儿,舍离子 色不予空,空不予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向心事 与父如是 舍一字是诸法空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及 不曾不见 是孤空中 无色无首 相心事 无言而闭 是生意 无色生下 未出发 无言间 乃至 无一世界 无名义 无名计 乃至无老司 亦无老司机 无枯击灭到不知义无能 义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一般若 菩萨弥陀故 心无寡爱 无寡爱故 无有恐怖 愿你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丧世主佛 一般若 菩萨弥陀故 德阿诺多罗 三秒三呼 孤子薄热 菩萨弥陀 世大神舟 世大明舟 世无上舟 世无耽耽舟 难处一切苦 沉舍的世 孤子薄热 菩萨弥陀故 终既说约 去吧 不惹波罗弥陀心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